上面左上角可以看到 在宜蘭郊溪知名的蔥油餅店前 一輛酒駕的紅色轎車右轉後 竟然就向前加速撞擊 連撞了一整排停在路旁的機車 接著就切上人行道繼續往前衝 只見這名男子驚險逃過 但酒醉駕駛還是萌采油門 一個回圈最後撞上了7樓民眾 在撞擊上前方貨車 畫面看起來相當驚悚 好了啦 你不要再鬧了啦 這名重視駕駛下車後 面對警方還是講話相當大聲 甚至拒絕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而女兒則是在旁苦苦勸說 8號上午10點57分 宜蘭礁溪路四段和浴才路口 發生這起酒家車禍 46歲的零姓駕駛喝酒上路 先是自裝路旁的騎輛機車 在開上人行道 造成兩位民眾重傷送醫 然後那個小女子應該斷掉 她的那個車頭先幫她救起來 一個在車頭下面 然後一個是在地上 指尖照式的紅色轎車 車頭保險桿脫落 前面還卡了兩輛藍色機車 而現場路面物品也是撕散一地 碰了一聲巨響 讓目擊店家也全都嚇壞了 有一輛車是撞到 然後這邊都流血 臉部都流血 一口也流血 警方到床後對男子進行酒測 他的酒測值近高達1.04 這回男子酒駕 硬生生撞入了人潮擁擠的 名店騎樓 危險酒駕上路釀貨 全安也將他依違反公共危險罪 依送法辦 記者林一神 趙沛宇 宜蘭 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